台北市說有一名寄姓父親 牽著3歲的女兒在和平東路去散步 結果楊姓男子養的黑狗 突然間衝上前對這個小女童開始狂叫 導致這女童嚇壞了大哭 結果最後兩個人就吵起來了 為什麼要嚇我女兒 誰嚇你 我剛好站在這裡而已 為什麼要嚇我女兒 是他自己在尖叫的 他什麼都沒做 兩名男子當間發生爭執 只見一旁小女童不斷放著尖叫 原來爸爸帶女兒外出散步 女兒卻被黑狗嚇壞 為什麼你要帶狗來嚇我女兒 你故意走這邊來威脅我是不是 你還故意來威脅我的小孩 沒事沒事 你要揮雨傘對不對 對 你威脅我的小孩 六狗男子堅稱只是路過 但爸爸嚴看女兒受驚嚇哭泣 忍不住發火揮舞雨傘 要去趕黑狗更氣的報警處理 他說我命令狗去攻擊他女兒 對我大聲咆哮 說我帶狗去嚇他的女兒 可是不可能啊 事發就在台北大安區 警方調查後發現原來1月時 寄姓父親帶3歲女兒外出 就曾被陽性四主的黑狗吠叫嚇到 當時婦女心切一度持高爾夫球桿 做事殴打對方 陽性四主也報警提告 沒想到這個月20號婦女剛過馬路 陽性四主跟黑狗緊隨在後 寄姓父親認為陽性四主牽狗緊貼 還放任黑狗吠叫才導致女兒驚嚇大哭 第一色違法第70條 驅使動物嚇人做後續的偵辦 還原當時狀況 監視器牌下陽性四主雖有牽神 但黑狗衝過馬路後吠叫 四主涉嫌驅使或縱容動物嚇人 可能會被處三天以下拘留 或一萬兩千元以下罰還 後續也只能上法院交代清楚 藝衛林裝備子參訪部長 台鐵工會說5月1號要合法的休假行動 交通部長王國才呢 今天到了這個台鐵去溝通啊 不過雙方100分鐘溝通會後呢 台鐵工會理事長陳世傑形容 這項是和平的破裂 那王國才是表示尊重工會最後的指定 他們還是維持5月1號不加班的這個決定 那交通部尊重他們的決定 但是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應變計畫做好 那這個部分我會跟我們交通部同仁 然後一起把它做好 尊重所有的同仁的意願 不要要求他不加班或是要求他加班 那這部分就看我們最後確定的人數 然後再宣布這個臨時的翻表 我們得到的一個簽署的回收 就是說整個95%以上的機班 司機人都簽署不加班升等 我們得表示尊重 那至於少部分同仁 因為他們當天可能是排例假 或者是一些因素他們沒有簽署 我們也表示尊重 對於所有同仁的不加班或者加班 我們都表示尊重 長達活車的人真的要特別注意了 有一名男子呢 在2018年就被指控在台鐵自強號上 性騷擾女乘客 而且達到兩年的時間 那時隔兩年啦 就被害人呢再度發文 說在同個路段同一班車又遇到他 然後又顧忌重施 這名女乘客呢選擇站出來拍下這個人的照片 指控他性騷擾 記錄他的行為特徵 提醒其他的女性朋友要特別留意 那麼警方進入調查發現呢 欸 調了這個監視器 找到這個人他坦誠 他真的有對多名女子性騷擾 法官以違反性騷擾防治法 判刑兩年得以一顆罰金六萬元 何歡山上傳來佛經的歌曲 讓很多上山賞警的民眾 欸 覺得怎麼這樣呢 事後報警處理 那警方呢在暗空公園附近的雜草堆 找到一台蓮花形狀的太陽能佛經機 後來原來這是一個宗教團體放的 好 疑似聽聞何歡山曾經發生車禍 所以放了這台佛經機反覆播送 何歡山邊坡草叢裡傳出正正佛經歌曲 月停月毛遊客靠近看 發現這佛經歌原來是來自這一台蓮花形狀的佛經機 透過小喇叭反覆歌頌 上面還有太陽能板的蓄電裝置 白天也就算了 晚上有人衝何歡山賞夜景 嚇到腿軟 佛經機到底是誰放的 警方到現場一共找到兩支 氣氛超詭異 翻到後面還留下電話 有網友說疑似是宗教團體 聽聞附近曾經發生車禍 才刻意將佛經機放在路邊 在外面就是聽這個蟲鳴鳥叫 忽然聽到這個念佛的聲音 尤其如果晚上的話 心裡會覺得毛毛的 儘管認定不是垃圾 但假使被民眾檢舉 將開罰1200到6000 由於並未阻礙交通 只能以遺失物處理收起來 免得嚇壞 上山遊客 下個月要盛產的高雄大樹玉盒包 因為今年初有寒流 再加上吹南風 這個玉盒包的產量雪崩 完蛋要變貴了 只剩下往年的一成五 農委會 農會估計呢 今年玉盒包的價格 美金可能會比去年漲一倍 來到300元 五金的禮盒呢 會從600漲到1200 哇這個價格恐怕很嚇人喔 路上有時候遇到攤販 趁著這個紅燈的時候 她來跟你賣這個玉蘭花 台中民女子呢 在台中的這個河南路 跟向上路交叉口 遇到這個阿嬤賣玉蘭花 她拿50塊出來買 收到花石正好綠燈 她就趕緊離開 才驚覺這個50塊 怎麼最後只買到一朵而已 駕駛等紅燈時 常有攤販在車陣中穿梭 都受玉蘭花 不過台中一名女子 日前在市區 向一位阿嬤購買 拿到玉蘭花時 整個人傻住了 一根鋼絲串著一朵玉蘭花 既單薄又心酸 一名女子在網路破文 這樣50塊錢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有網友回萬物其掌 連玉蘭花也撐不住了 其他苦主現身 你是不是在台中河南路 跟向上路口買的 當事人立刻回 我覺得她就是詐騙 而且是蓄意的 真的是用布蓋著 我才剛接過花就綠燈了 根本沒發現 居然才一朵 其他人看了也感到難以置信 多數人向攤販買的玉蘭花 同樣價格起碼有五朵以上 但女網友買來的 竟然只有一朵 但也有人認為 販售玉蘭花的攤販 可能是弱勢民眾 花個幾十塊錢幫忙還能接受 用她的力量 然後去賺取她自己 回生的生活費 民眾買玉蘭花時 最好先看清楚 有幾朵再掏錢出來 避免造成消費糾紛 記者韓志欣王百英 台中磁房報導 自己的傾銷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給大家推薦 旺旺水神機 有種比較大的一種 這個霧化器 大的霧化器呢 它大概有四公升 小的地方 像這兩到三瓶左右 你可以買這種小型的霧化器 怎麼買呢 來這邊有個QR Code 買的話請你輸入CTI285